加沙最後的避難所為何突遭夜襲 第一次通過自己的作戰 能夠在加沙地帶解救人質成功 誓言攻入拉法 背後究竟可應 哈馬斯把政治要求頂到天花板 新瓦爾拒絕逃離加沙 迎幼人質和把人質的遺體帶回家 決戰一觸即發百萬人何去何從 為了滅亡哈馬斯 不惜同整個世界對著干 凤凰聚焦 以色列豪賭拉法之戰正在播出 這裡是華潤 鳳凰聚焦 被百多萬加沙人 當作最後避難所的拉法 正戰戰兢兢地 等待著以色列的全面進攻 這裡可能藏有 被哈馬斯掳走的百多名人質 也可能藏有哈馬斯的高層 內塔尼亞胡更是把能否攻下拉法 與對哈馬斯戰爭的輸贏劃下等號 哪怕與全世界為敵 也決意要打下拉法 而就在最近 以色列依靠自己的軍事行動 在拉法成功解救出了兩名人質 是這輪與哈馬斯開戰以來的 第一次成功解救 但這是以加沙平民的 巨大傷亡為代價的 近日隨著哈以衝突的升級 加沙地帶南部最後的避難所拉法 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下令 以色列軍隊做好在拉法地區 進行地面軍事行動的準備 並且他聲稱 在拉法的地面軍事行動 將在3月10日 至於伊斯蘭世界摘月開始之前結束 我們在南部的拉法 有很多地方在那裡 但是我們正在做一個細節的計劃 這就是我們到現在做了 我們不在乎充滿 這是我們的戰爭努力 要把軍事行動進行動 這是哈馬斯的努力 要把他們在衝動進行動 拉法這個僅有64平方公里面積的區域 聚集著超過110萬的加沙難民 他們如今面臨的不僅是 食品 水 醫療物資的短缺 更是有著隨時會喪失生命的危險 我們聽說他們想來來拉法 就像在各個國家在加沙 我們很害怕 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裡 您說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多少次你跟我們說 這個地方是安全的 然後他們回頭 然後把我們砍擊 當地時間2月12日凌晨 以色列國防軍出動戰機 坦克和軍艦 對拉法進行了長達 約一個多小時的猛烈攻擊 目標主要是住宅和清真寺 根據哈馬斯衛生部門報告稱 在襲擊中至少有百餘名 Hope 在襲擊中至少有 百餘名巴 anytime人死亡 根據乙方發佈的消息 這次襲擊主要依靠 海軍和空軍的打擊 地面部隊目前沒有深入拉法 而發動本次攻擊的目的 是為了掩護潛入拉法的 乙軍小分隊 幫助他們解救人質 通過協議示範被扣搖人員之間 再斷斷續續地進行談判 以色列說哈馬斯提出來的條件太高 以色列沒有辦法承受 但是以色列又特別希望 通過這次談判 來研究自己的被扣搖人員 所以以色列現在在談判桌上 沒有拿到的東西 他希望在戰場上 加大對哈馬斯的軍事壓力 來迫使哈馬斯做出妥協和讓步 根據乙方公佈的視頻顯示 當地時間2月12日凌晨1點40分 一支乙軍亞馬姆特種部隊 在情報機構新貝特 和以色列空軍的配合下 潛入被哈馬斯控制的拉法市中心 從空中可以看到 小分隊在夜幕中 逐漸靠近關押人質的大樓 隨後雙方發生了激烈的交互 伴隨著槍聲和爆破 乙軍特種兵使用炸藥將門炸開 通路房間的士兵擊斃了幾名哈馬斯守衛 並出現在兩名人質面前 接著士兵將人質安置在中間給予保護 為防止建築內哈馬斯分子在樓梯組結 他們將固定繩索系在人質身上 砸開窗戶 將人質直接送至樓外地面 交給地面接應部隊 整個過程僅用一分鐘 隨後 樓內乙軍開始撤離 附近建築物及街上的哈馬斯分子 開始向大樓開火並趕來增援 人質在特種部隊和空軍的掩護下 由裝甲車迅速送打 把事先計劃融入直升機著陸地點 突擊隊員在到達直升機停機處之前 給兩名年老人質穿上外套和鞋子 並系上鞋帶 隨後登機送往醫院 整個救援過程中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國防部長加蘭特 一直在作戰中心的大屏幕前 監控和指揮營救的全過程 我們要求進行為任何部隊員 我們要求進行為 在真的実行為 我們要求進行為 十足的前提 也要進行為 我們要求進行為 都市面外套和 甚至更加進行為 十足的船 互相 我們要求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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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制 另外一份 我們要求進行為 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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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件事是让他们来跑步 所以在各种程序的捷径和计划 我们把这些捷径的捷径 我们会让他们来跑步 作为曾经亚摩摩 特种部队服役过的老兵 尼泰尼亚乎向救援小分队 表达了计意 你们,你们的捷径 你们是最好的人 来给你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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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国家里 你们最好的人 保浪和布克 之前内塔尼亚乎一直坚持说 只有通过战争 只有给哈马斯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只有给予哈马斯更大的军事打击 才有可能解救出人质来 但是以色列国内相当多的一部分 不认为他这个办法是对的 但至少这次解救出两个人质来 让内塔尼亚乎可以说 我们通过军事行动 也能把人质解救出来 谈判并不是解救人质的 唯一的路级 被解救出的两名男子 分别是60岁的费尔兰多 西蒙·马尔曼 和70岁的路易斯·哈尔 他们拥有 以色列和阿根廷双重国籍 这两人是哈马斯武装分子 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 袭击中被劫持的 在经过128天后 终于回到了以色列 中间的路易斯·哈尔兰 中间的路易斯·哈尔兰 尤其中间的路易斯·哈尔兰 打了一百多天之后 以色列第一次通过自己的作战 能够在加沙地带提供人质 告诉拉法确实有我们人质在那里 这样对他 此后对拉法采取行动 等于他是要一个合法性 在去年11月为期一周的停火期间 哈马斯根据协议 释放了约100名人质 但仍有约130名人质被扣留 根据以色列军方说法 有31名人质在被囚禁期间 死亡或被杀 此前以色列在特别行动中 营救人质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12月以色列士兵还在加沙开枪 互杀了三名以色列人质 有媒体分析 本次发动袭击是内塔尼亚胡 对打击哈马斯的坚决态度 也是放弃通过条件交换人质的强硬表现 他现在还要有一种紧迫感 快一点把这个军事行动结束 不像他原来放的风一样 说这个军事行动还要打一年 而是他希望能够在 今年3月10日之前 也就是伊斯兰摘月开始之前 把整个加沙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 实际上他是舔了心的 要把这个军事行动要进行下去 这次营救人质的行动 对以色列来说是成功的 但对拉法来说却是巨大的灾难 加沙当局表示 为了掩护以色列救援小分队 而对拉法进行毁灭性的袭击 摧毁了14座建筑 造成至少6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伤亡主要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的空袭 和营救人质过程中的交火 来自现场的视频显示 十几座建筑物变成了废墟 以色列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 而后发起了这次通袭 它使用的人员的精干程度 以及它的装备的精良程度 都远超哈马斯方面的防御部队 造成了巴勒斯坦这一方的 较大的破坏和较多的人员的死亡 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所以对巴勒斯坦人来说 巴勒村普 加他村普 那么每次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巴勒斯坦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 也就是在夜席发生的第二天 美国 埃及 伊斯列和卡塔尔 还在开罗举行人质协议谈判 原本哈马斯对本次谈判 抱有很高的期望 但如今哈马斯方面则表示 以色列对拉法的进攻 炸毁了人质交换的谈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2月14日当天则强硬表示 以军将进入哈马斯 最后的地堡拉法 和哈马斯展开最后决战 那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 执意要对这座加沙地带 最后的避难所发动进攻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拉法 位于加沙地带的最南端 与埃及交界 再往南就是通往埃及的费城走廊 和西奈半岛 从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开始 这里6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难民人数从冲突之初的25万 激增到了150万 彻底超出了当地的承受能力 从这张卫星图对比图可以看出 这座小镇几乎完全被难民帐篷覆盖 而拉法也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 主要入境点 几乎是当地难民获取食物 水源和药品的唯一渠道 拉法拥挤不堪 物资的数量都是远远解决不了 现在这个拉法地区 巴勒斯坦老百姓的需求 没有安全的饮水 拉法地区这100多万巴勒斯坦老百姓 喝抽水马桶里的水 现在就是这样的过日子 所以情况非常悲惨 已经是难以为继了 埃及现在也封闭了对于拉法的口岸 这就表示这些巴勒斯坦难民 没有办法通过口岸 进入到埃及的西奈半岛 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处于 无处可退的境地 这样一个难民最后的避难地点 为什么以色列执意要进行最后的打击呢 根据以色列政府总理办公厅 2月9日发表的声明称 以军要实现消灭哈马斯的目标 就必须歇灭哈马斯在拉法的四个营 根据乙方透露 哈马斯原有的24个武装营 在冲突中不断被消耗殆尽 如今 盘踞在拉法的四个营 是哈马斯成建制的最后武装力量 在整个加插地带里面 目前只有拉法 没有受过直接以色列的进攻 的确有可能 一直到现在 依然保存着完整的建制 但尽管如此 四个营的兵力 面对20到30万的以色列国防军 依然是微不足道的 尤其在装备方面 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四个营 第一是保护哈马斯领导人 第二是什么呢 把人质也同领导人放在一起 这个就是使以色列叫投鼠忌器 哈马斯的兵力很难说 主动出击对以色列形成多大的威胁 经验表明 哈马斯主要是环育的 那么哈马斯环育 哈马斯主要是在地道里面 是在以色列进攻这些城市的时候 哈马斯借机出来进行小规模的 游击行动的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 它很难主动地出击 来进攻以色列的军队 在外界看来 拉法一战无法避免的另一个原因 是以方认为 袈裟地带与埃及之间的 军事缓冲区 费城走廊 是哈马斯向袈裟走私 源源不断的武器 弹药 医药品的通道 只要拉法还在哈马斯手中 战争就不可能结束 加沙是一个船条形的地区 它的西部是地中海 北部和东部都是以色列和加沙的边界 那么海上 就是连地中海这一边 以色列早就有海军封锁了 就是任何东西要进来是很困难的 那么北部跟东部是以色列的边界 那么以色列完全可以控制 唯一控制不了的就是南部 加沙地区和埃及的边境 也就是费城走廊这一块地方 所以过去这么多年来 以色列一直认为 加沙地区走私 包括日运品 武器装备 包括人员的出入 主要是这一块 作为哈马斯最后的控制区 以防相信剩余的一百余名人质 被藏匿在了这里 这也是以色列打击拉法的原因之一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 会尽最大努力 让所有活着的人回家 也让死去同胞的遗体回家 总之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尽管以色列方面有表态 说要不惜一切代价 营救人质和把人质的遗体带回家 以色列的强硬 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态度 就是一种谈判上的态度和战术 因为哈马斯把政治要求 顶到天花板永久地停火 或许能够争取 放哈马斯一条生路 由于是这样一个要求 那双方就达不成这个协议 以色列的哈马斯扩押的 以色列的人质在拉法 要实现自己解救 全部被扩押人员的目标 那么最终它必须是打拉法 攻击拉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围捕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 2月13日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辛瓦尔 与他的几名家庭成员 一起从加沙地道逃亡的监控视频 这段视频是从监控摄像头获得的 拍摄于10月7日 哈马斯大屠杀发生3天后的10月10日 录像显示 辛瓦尔走在似乎是他的妻子 和他的三个孩子身后 他们由辛瓦尔的兄弟伊布拉辛引导 虽然辛瓦尔背对着镜头 但人工智能识别其耳朵的大小判断 是辛瓦尔本人 以色列军方发布的视频说明 以色列对辛瓦尔行踪的掌握 已经更加精确 根据情报部门判断 辛瓦尔及家人极有可能藏匿在拉法 这个哈马斯最后的控制区 辛瓦尔怎么能够在以色列 不断的打击之下生存下来 这确实是一个谜 推测他可能放弃了一切 现代的通讯手段 而采用最原始的手段 来指挥部队 来和部下进行联系 那么这样一来 就可能使以色列方面 很难抓到他的踪迹 不过随着加沙地带 各个地方逐渐陷落 现在辛瓦尔 他能够激动的范围越来越小 辛瓦尔拒绝逃离加沙 说要跟这个哈马斯武装人员 战斗在一起 胜利在一起 我不离开 不撤离 那以色列也是乐见这个场景 以色列无论是把他们击毙 俘获 这对以色列方面也是重大的胜利 拉法之战一旦打响 极易造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150万难民何去何从 也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内塔尼亚胡在2月11日 接受采访时表示 乙军已经清空了拉法北部地区 当进攻发起后 当地民众可以前往北部区域避难 同时乙军也会提供安全通道 通过传单 手机信息等方式引导民众撤离 但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 鲁黛纳12日发表声明称 内塔尼亚胡所说的 为平民提供安全通道 是无稽之谈和对世界的欺骗 他是铁了心了 要在拉法要展开最后的倾角 在为这个即将开始的地面军事行动 千方百计地进行粉饰 在为自己的脸上再贴金 说以色列也是尽了最大的可能 现在要安排拉法地区百姓的安全撤离 但是它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 只要以色列一味地要在拉法推行军事行动的话 老百姓的大量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有可能以色列会通过一次一次建立安全通道 对于巴勒斯坦难民进行筛查 那么通过这种筛查 将其中的哈马斯人员予以抓捕 但是这次100多万难民 这样大规模的难民 如果想找一条安全通道的话 对于以色列来说 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有压力的事情 如果以军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势 其中直接的利益攸关方之一 是与拉法相邻的埃及 一方面攻击可能造成大量难民 逃往埃及西奈半岛 另一方面相关行动 很可能扩展至费城走廊 势必引发埃及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埃及警告称 如果以色列军队被派往拉法 埃及将终止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 戴维营协议 这意味着以色列南部 将可能构成新的军事挑战 戴维营协议是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和平的 重要基石 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 和以色列之间和平的 甚至整个中东和平的 一个重要的支柱 那么如果这个协议被废除了 那就意味着说 西奈半岛的非军事法的时代结束了 就是埃及可以在西奈半岛诸军 那么这意味着可能 以色列的南部的边界的威胁 又一次上升了 所以对以色列埃及来说 影响度很大 甚至会影响到 以色列埃及和美国的关系 随着本轮冲突的不断延长 以色列和美国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 拜登与内坦尼亚胡 曾在2月11日当天 进行了大约45分钟的通话 重点就乙军可能在 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开展的 地面军事行动和交换 被扣押人员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 拜登警告内坦尼亚胡 如果没有保护平民的可靠计划 以色列不应在人口稠密的拉法 开展军事行动 但转眼的第二天 内坦尼亚胡就下令 对拉法发动夜袭 展开解救人质行动 美国政府现在一方面是受到 美国国内老百姓的批评 特别是民主党内部 和民主党自己的选民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大选时期了 那么在国际社会 美国也被国际社会的 国际机构和国际社会 其他国家孤立 这是美国不愿意承担的代价 如果进一步打拉法 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重 那么美国在国际社会 孤立的状态 美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的 反对的声音会更大 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代价 以色列继续军事行动的国际压力 也与日俱增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呼吁 以色列在夜袭拉法后 停止当前的军事行动 土耳其外交部表示 该国对以色列加强对拉法的袭击 极其担忧 2月14日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抵达以色列 开启本轮冲突爆发以来 对以色列的第五次访问 贝尔伯克在与内坦尼亚湖会晤后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100多万难民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 不可能凭空消失 如果乙军在这种情况下 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 那将是一场正在形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但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 与贝尔伯克担忧的表情相比 内坦尼亚湖则是面带不屑的微笑 似乎对其警告并不在意 灭亡哈马斯 关系到内坦尼亚湖个人的政治生命 和他这个政府的生死存亡 如果是说 现在就终止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他这个政府马上就垮台 有四项司法指控在那等着他呢 无论如何 他一定是要把哈马斯给灭了 这就是内坦尼亚湖 这次为什么这么强硬 为了灭亡哈马斯 不惜同整个世界对着干 本色哈以冲突已经导致 中东地区多国风险外溢 最后的拉法决战 一旦拉开序幕 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而且将进一步冲击 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关系 令地区局势更加紧张 中东也将进一步陷入深渊 种种因素让鹰派内坦尼亚湖 更为的一意孤行 但对加沙的战争 乃至对哈马斯的倾角 都并非只是以哈之间的私家恩怨 它是眼下整个中东的问题眼 牵涉着中东几乎所有的矛盾方 也牵涉着全球利益和局势 拉法会是以哈的最后一战吗 而中东的火药桶又会如何被催化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 我是陈琳 再会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